好的 Dear President Trump,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在這裡做一個直播 就是談一談 談一談那個我對就選的一個川普總統 2020年的這個連任的一個 提出的一個輔助的新政的計劃 叫川普新政 這個也是一個一個聲明吧 也就是中華民主共和黨的 這個關於這個川普新政的一個 建議和策劃的一個聲明 我請您先坐下來說這個 這個最近的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已經給美國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呢 帶來一場災難 這個呢我們就說了 把它定義為這個 一場新的世界大戰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是人類與戲劇的一個大戰 這場戰爭呢 使我們看到了這個 很多戰後的新秩序啊 有些動搖和鬆散 我們那個國國兔以後呢 建立了一個世界的新秩序 就是以美國 還有這個安理會這個 五個常任女士國 逐漸的這麼一個聯合國的秩序 但是這個秩序呢 逐漸的啊 分久必合嘛 合久必分 天下大事 就是這麼一個大事 現在呢 美國呢 出現了一些推卸責任 或者退群 這麼一種現象 針對這種現象呢 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看法 希望能夠引起呢 特朗普總統 能夠有個 有個新的一個 一個思考和權衡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講呢 因為現在呢 在這個經過這場新的戰爭 這個 新的這個博弈以後呢 我們感覺到 一個新的一個大國的出行 一個未知的結構 這個新的一個結構出現了 這個結構不是由於 我們人為製造的 而是這個歷史發展的 必然的規律 這個結構呢 就是基礎 這個結構 對世界有影響力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 主要矛盾的一個結構 就是中美這兩個大國 對世界的影響力呢 正在出現一軍出起 正在各位 顯然露水地顯示出來 這是我們想到的 40年前啊 當時基金閣啊 那個 和那個 尼克松總統啊 開啟這個中美關係 這個改變了世界 那麼影響到今天 影響到今天 那個是跨太平洋的握手 記得尼克松總統說 我們過去曾經是敵人 我們將來現在呢 還存在了很多分歧 但是我們能夠啊 越過這些鴻溝 在跨這個太平洋呢 搭起一座橋 這個是我們的啊 這個中美人民呢 能夠能夠在這個橋呢 進行交流和合作 今天呢 我們呢 我們呢 都是這個橋上的人 搭橋人 但是呢 也有這個拆橋人 破壞橋的人 啊 啊 實際上呢 希望呢 中美關係搞壞 希望呢 中美關係打仗 追利 希望回到這個冷戰時期 叫做 resist 再回到啊 英文呢 叫做 resisting 啊 就是再回到這個冷戰時期 再回到這個 美蘇對抗的時期 這是一個危險的啊 這個危險的傾向 這個 很多人願意在這個 在這個 為這個事情呢 製造這個 製造矛盾 挑過利監 特別是 啊 台灣的 蔡英文 啊 還有這個 台灣的民進黨 這個 唯恐天下不亂 就是製造這個 跟著美中那個對抗 美中那個 這個 利益衝突 啊 這挑過利監 唯恐天下不亂 啊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圍了這個 看清的這個目的 不知道美國 現在 美國的總統呢 啊 對這件事情 和美國的戰略家 美國的 啊 民主黨 美國的共和黨 美國的參眾議員 啊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和 見解 有什麼不同啊 啊 我們呢 就是想呢 現在呢 利用這個機會 啊 交流一下 我們的 在華盛頓 我們作為新美國人 的一些真實的想法 啊 我是2007年 來自美國 我是這個 啊 那個 就是中美啊 中美這個建交以後的 一個受益者 我是 中美建交尼克松返華的時候 是1972年 啊 1972年的時候 那個 我們呢 這個 那時候我還在工廠裡頭 啊 這個 這個 中國這個石油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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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管廠 在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 感覺到這個 這個文化革命已經 接近尾聲了 需要有一個 把這個 發展經濟 這麼一個 一個階段 歷史階段 那 當時呢 因為我是台灣生人 所以我就提出了 如果要解放台灣 我們要實踐祖國統一 祖國也必然統一的話呢 就必須發展國民經濟 就必須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就必須發展生產力 要發展生產力 就必須解放生產的關係 啊 就給毛澤東也寫了一封建議 就是 解放那個階級路線啊 階級路線啊 不要把這個意識形態啊 影響到這個 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啊 都搞那個階級鬥爭 你 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高 啊 這個這個 這樣子呢 本來這個三大運動呢 就變成了 一大這種 階級鬥爭為高 啊 所以呢 這個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的發展 就提出這個建議 改革建議 一個是 啊 這個 開展那個 工廠裡開展的技術培訓 啊 作為生產 生產的工人呢 啊 要提高這個生產管理的 那是適應那個生產力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需要 另外呢 啊 從管理這個程度上來講呢 對 因為生產呢 它牽扯兩個 一個是生產者 一個是管理者 管理者呢 也需要提高 而不能夠一些 這個人 我們中國人呢 就搞人質 一個領導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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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領導 一個老闆 一個生產者 他就要拉一幫自己的人 就拉幫結派 這種呢 就違反了生產的規律 違反了生產規律呢 就是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解放 所以呢 那給毛澤東又寫的這封信 毛澤東也回了一封信 叫做 回了 回了 把我這個照片寄回來 毛澤東就寫個無字書書 然後就 就發動了 霹靈屁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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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你看林彪是一個 做陰謀詭計的人 他這邊呢 嘴上的喊著 毛澤東慢睡 但是 安基林呢 就刺殺毛澤東 搞了一摩多前 他是一種儒家的一種 玻璃鬥 儒家文化呢 就很多這個東西 儒家文化有很多優秀的地方 但是他有個 君君臣臣複複複複的 這個三綱五常 他最後的結果呢 是維護這個 帝制 維護這個帝制 帝制是什麼意思 帝制呢 就是中央集圈的 一種 這個封建帝制 這個時候 我們當時是不太懂 但是來講呢 通過那個學習呢 我們了解了歷史 更多的了解了中國的歷史 然後呢 就知道這個 但是 當時不懂的憲政 立憲和法治 和民主這個概念 那時候在1974年的時候 我就給毛澤東寫了這封信 毛澤東提出來之後 後來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應該在 從這方面 堵藏著自己這個缺陷 然後1974年 改革開放以後呢 鄧小平就上來了 鄧小平上來 就搞了一個科學技術的春天 就恢復了高考 恢復了這個把科學技術 作為第一生產力 就回到了這個地方 我就想到了美國呀 美國這個現在呢 也是處在一個 處在現在的一個 從原來這個 從這個 從這個 產業轉移 美國現在形式 由於產業轉移 產業轉移 我們很多呢 生產力呢 就是企業啊 實體經濟啊 就流出了 流失了 流失到中國 流失到這個 這個生產力低端的地方去 啊 就是然後再發展 這美國的本土呢 就是掏空了 現在美國的形勢呢 在追日上很 還很強大 但經濟上 生產力來講 已經很脆弱了 就是變成了一個很 紫老鬼 所以說呢 從我們現在來看 我來美國呢 也就13年了 我們分析美國這個形勢呢 就需要一個 需要有個經濟 這就和我的1974年啊 分析中國的形勢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美國的經濟呢 到了一個 轉折的一個關口 所以說呢 這個美國的經濟 需要一個 大藥劑 需要一個改革開放 需要一個 一個那個 招商引資 這個呢 光憑美國 這次 這場那個 新冠病毒啊 這場戰役呢 使我們看清了 也是美國人看清了 美國就希望 通過這場戰役 所有的美國的資產 能夠回流到美國來 但是現在 看來是 一個一廂情願 這個一廂情願是什麼呢 你憑慮美國現在的管理 憑慮美國現在的 生產力的環境 這種資源這個配置 已經不構成新的產業鏈 也就是不能夠改變這個 這種那個 世界分工這種格局了 這個怎麼辦呢 特朗普也著急 特朗普呢 是搞新 搞是搞房地產的 對這個產業 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的調整 我覺得呢 不如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呢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有直接 有改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呢 其實也是 美國改革開放的 一個 一個參照物 這個 這個參照物呢 就是說 從這個 某種程度上來講 中國的經驗 是值得美國 改革開放這個 實體經濟發展的經驗 是值得美國學習的 這是我正式的 非常虔誠的 謙卑的 和特朗普總統 還有美國國會 美國那個 那個 參眾議員 提出我的看法來 因為我是 第一家中外合作廠的廠長 而我呢 也正是因為呢 給毛澤東寫信 毛澤東呢 採納了我的意見 才 中國呢 就搞了這個 就搞了拼臨拼口運動 也就有後來的鄧小平出來 也就有了後來的改革開放 所以說呢 如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我也是 第一個 蝴蝶效應 就是推動毛澤東 世界改革開放的一個 應該說第一人吧 就是穿手服 就是沒有我 一樣 中國也會 也會有我 但是我是1974年 大年初一 二月 就是 就是一月 一月多少號呢 就是大年初一 我英里我就知道了 這樣的呢 這個是歷史 歷史呢 就是英國有個責任感 要解放台灣 要把中國的國民經濟搞上去 要把 要為這個 要把中國這個貼下 因為生產搞上去了 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 中國人民才能改善 將來的解放台灣才有 你如果經濟 沒有經濟 作為基礎 空談這些革命 口號 沒有用的 那個時間 已經是通過了 聯合國已經通過了2758號決議了 也就是說 在2758號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 當時的政治條件 當時的國家的理論水平 當時 從黨中央到下面 搞政治的 搞國際法的 支持 還是不夠的 現在看來 包括台灣 這個 這個這方面的 外交人員 還有那個 蔣介石 也是不夠的 也就是說 在當時的情況下 沒有認識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名副其事的 中華民國 所以呢 在這個概念上 這兩個國家的 國號雖然看起來不同 實際上 國號是一樣的 中國的國號沒有變聲 我把這個改變一下 這個光線有點暗 所以說呢 這個歷史呢 就在於呢 我們的 這個法治的理論呢 沒有 沒有這個 一個先進的理論 沒有一個很好的法治觀念 來指導這個 指導這個國家 這個 當然是在摸索 實踐出真正 我們在實踐中 一點點摸索 到了現在 我們對這個 對這個 呃 聯合國這個 258號決議啊 還有聯合國憲章 有了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首先呢 我們要承認 聯合國秩序 就是戰後 以美國為首的這個秩序 所以我們希望美國呢 呢 作為一個大國呢 要有一個擔當的精神 我們就需要把這個秩序啊 啊 秩序有缺點 我們可以完善 但是我們不能夠甩鍋 我們不能夠甩包袱 我們不能認為這個東西 啊 在美國那個就不付款了 啊 我們就不參加這個組織了 啊 這個 大海橫行靠多少啊 這個 聯合國呢 還需要美國這麼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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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引領這個經驗啊 還有實力啊 來維持這個聯合國的秩序 一個 一個穩定的啊 和諧的發展這個 聯合國呢 對整個人類 全人類是有好處的 所以說呢 美國應該擔起這個責任的 老大呢 啊 應該這個 這個出點力 啊 幫助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其他的國家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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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承認這個老大是個 是一個 老虎啊 啊 但是呢 這個老虎呢 現在 我們現在是與虎謀皮 啊 我們是希望呢 這個老虎呢 能夠成為生靈之之王 啊 我們不希望中國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去改變這個 老虎制定的秩序 生靈法德 生靈秩序法德 所以呢 就強調為王啊也好 是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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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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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不 我們希望能夠變得 和諧一點 這個國家呢 大部分大小 都能夠和平共處 這個五項原則 所以說呢 我們希望美國呢 也能尊重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國際法的這個 這個聖靈規則 這個 這個 我們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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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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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開場白呢 就是說從我們 這個實踐經驗來感覺到 我是中美關係的受益者 啊 因為改革開放了之後 我才上了大學 就是 就是19 1978年 78年 我們就上大學 上了大學 我就分到了石油油器廠 啊 我們第一件工作 就是向美國學習 我們就引進了這個 這個 這個計算機輔助設計 啊 印刷線路板 就是印刷線路板 原來我們都不知道 印刷線路板 印刷線路板呢 最後的它那個 軟件系統 現在就是現在製造 芯片的那種 計算機輔助設計的 這種 用電腦來 來設計計算機輔助設計的 印刷線路板 啊 這個也就是說 從美國呢 給了我們一個 這個科學的技術 啊 創造一個科學技術 啊 這個改變人類啊 啊 帶動中國發展的一個 一個過程 啊 我是千千萬萬億萬 一個 一個收益者的之一 啊 但是也是最少的收益者 然後 1919 到了1974年 74年 啊啊不是 我是82年畢業了 那74年 我是給毛澤東上 那個 上書啊 然後呢 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 然後呢 又把那個 五月份的時候啊 就是74年五月份的時候 又 又 四人幫呢 又搞這個 這個反對 又請方苑風 把鄧小平又打下去 然後 那個76年說 毛澤東去世 然後 然後呢 這個粉碎四人幫 然後 78年啊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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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呢 就 77年就 這個 這個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呢 結果就提出了科學技術的春天 然後 78年 當年 我就考上了 啊 我考了兩次 一次是師範大學的木理技 第二次是 你們都隔了半年 那個工廠裡沒有讓我去 就說 啊 你當教師的話 你就在工廠裡 將來體驗你當技術員 然後呢 當時我這 我太太呢 也剛到 剛從寶基 畢業 就 調到西安來 生活不太本定 所以呢 我就 第一次考上大學沒有去 然後第二次 啊 又隔了半年 就考上西北大學 數學系 計算數學專業 英英數學專業 然後我就 嗯 我就 考到西 我就到西北大學讀書 啊 進學校半年 我就做了 不到半年 三個月我就當了學生會總級 然後一直到這個 82年畢業 82年畢業就 分配到 西安CUE一 看待一切總場 我就搞的第一個項目 就是計算機輔助設計項目 這個計算機流水生產線 就是 就是這個 啊 啊 啊 就是現在的芯片生產 一樣那個 就是 但是那個時候 水平是 是印刷線了吧 現在呢 叫芯片生產 這個生產 對 這樣子呢 我們呢 啊 1984年 就是 84年時候 深圳呢 就去西安去招聘 招聘了之後 我通過考試呢 我就被特關錄取了 因為一個數學級 一個數學級呢 當中的一個條件 不確定 不確定 需要一個 進行一個討論和分析 啊 我就 我把這道題做得非常完美 所以呢 就把我破格錄取 當時呢 招聘主部長 叫余德海 就把我 破格錄取到 這個 第一家 中國的第一家 啊 中外合作廠 啊 就叫 提出時間就是金錢 效益就是生命 啊 人人有事管 事實有人管這個廠 做副廠長 他還 這個 這個主幹出社長 在招聘主治長 他還做的廠長 就是他這個廠 他把我培養同事的 在那裡去 就在會 他說我們是 啊 我聽別人說啊 他說我們 呵 這個在西安呢 發現了一個人臣 啊 這個就不說了 我當時也不叫人臣 反正我就贊成 我就覺得啊 我有一腔熱血 我就 既然是那個 當時呢就是 給我們的工資呢 就是比內地高三倍 就是三百塊錢 三百 我是在內地的時候 七十六塊錢 就大學畢業生 七十六塊錢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百塊錢的 還有一百塊 人民幣的這個储幣 就是五百塊錢左右 也就相當高了 我們就 作為一個 這個年輕人來講 當時拿到五百塊錢 非常的滿意 啊 就是覺得這個改革呢 就摸索的改革 從艱苦奮鬥 我們過去呢 就講的工業學家 學大慶 學大慶呢 然後呢 這個這個這個 學這個鐵圓房秘行 就是艱苦苦術嘛 我們 我們的常理 我是跟工人呢 同持同度同勞動 在一個常理 我在常理宿舍 就住著 所以跟工人的感情呢 也很好 我呢 負責銷售 就把這個 這個 每天這個垃圾啊 銷售 都是跑市場 從汕頭啊 跑到廣州 這一代呢 這一代就是 跑出來的 就和那個 宋楚瑜啊 做生長 做在下鄉 每一個 每一個 就是台灣的每一個 每一個城鎮都去摸索 我呢就是摸市場 因為我是 剛到廣東呢 就是要熟悉這個廣東的市場 我是學管理 學這個數學的 但是呢 要搞管理呢 就首先要 不使下了就要跟著去學 所以呢 後來一直 然後到了七 兩三年以後 我們這個企業呢 發展了 就和美國這個企業 美國這個 這個 ABCI啊 就是 A就是 Air Production 然後呢 和 化工產品 然後那個 產品公司 啊 就是化工的 然後這個 這個聯合這個 這個公司呢 啊 為了生產一個 鋪法玻璃 因為社會盾說 生產 建立一個 鋪法玻璃廠 由我們這個廠 給它供應這個 氮氣和氫氣 這樣呢 我們就成立了 這麼一個補助的廠 又跟美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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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合資 我作為總經理的助理 是吧 總經理助理 辦公室主任 就是說 在搞這個 接受 學習美國這個 企業 流程管理 企業管理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在技術上呢 在管理這個 原來是在技術上 跟美國學的 那麼後來又在管理上 學習了美國這個 企業管理這個文化 這個 我那個是 和 郭台銘呢 和郭台銘 和那個 任正非啊 都是同時代的人 都是同時代 同一地點 啊 產生出來的 企業這個文化這個 受益者 啊 就是說 他們是用 他們是用自己的 私人這個企業 啊 我們當時沒有這個 十萬塊錢 起家這個費用 也沒有 我當時是在國有企業 是在 在體制內 啊 那麼他們是在體制外 他們在一個是民營企業 一個是財商企業 一個是財商企業 所以他們呢 可以把它靠大 我們呢就是摸索的 給 我們的 這個 招商機呢 就是給 成 更大範圍的 國有企業 摸索出一條 殺出一條血路來 所以呢 我們那個 後來呢 七 八七年的時候呢 就是八六年的時候 成立了 嗯 中國第一家 台胞台所聯誼會 我是 國台辦呢 就讓我這個 深圳市台辦 就讓我當了會長 啊 就跟接觸 台商 還有推出這個 這個代商同事 為台商做一些福利 啊 做一些聯誼工作 然後又 經過幹部 考評呢 又把我派到香港 這個 這個 就是派這個選拔 這個 香港招商局 準備這個 接收一國兩制 這個這個 學習一國兩制的經驗 啊 為社 我們具體工作就是 為社會工業區 這個訂單啊 還有這個 採購啊 還有這個 聯繫業務 商業業務啊 開拖這個 開拖這個 這個市場 而我們主要的是 一個是 自己提高 一個是呢 接待 這個是主要的 就是 啊 代購 採購一些東西 採購一些東西呢 我呢 也負責採購 也負責運輸 我們把這個運回來 所以呢 這個 香港這個 市場經濟的規律 啊 就有 就 躺該牢啊 就是我們是跑出來 從小企業 啊 從 國有企業了 我們不是小企業 應該是國有企業 但是小生意 啊 一些小生意 買一些東西啊 來代購一些東西啊 加工一些東西啊 就跟香港這個 支付金這個接軌 接軌 我們感覺到香港呢 主要才 特點之一呢 就是法治 在市場經濟當中 講法治 而我們在內地 這個市場經濟呢 剛剛在摸索 還比較混亂 總之來說 應該說是混亂 就說市場這個 建立自己 簽了合同 不履約 不履約 也沒辦法 因為沒有法治 啊 你這個定下來 一二三四五六條款 你要執行 到時候還信 到時候來做 不按照的法治 所以這個規矩 這個規矩也沒有形成 後來呢 就是北京呢 做了一個討論 這個市場經濟 信社還是信資 就說這個 過去呢 這個我們如果要跟著 我們搞了半天的 這個社會主義革命 然後最後又回到這個 資本領域 又搞了資本家來剝削 這個這個這個討論 當時我們就在香港 招商局就找他那個 編論 就叫做市場經濟 那個市場經濟 該不該搞 我們就說市場經濟 當然需要 市場經濟 不信社也不信資 它是一個法治經濟 就是市場經濟 你需要建立這種法治的規律 就是按照法律的程序來走 按這個沒有法治就沒有市場 一個地方呢 一個地方呢 投資環境好壞 主要看你這個地方呢 市場經濟 法治經濟 能不能夠發展出來 這個是我們 我們在香港呢 一國兩制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經驗 所以呢 後來這個 鄧小平來這個 來視察 就給我們提出來了 這個捨口婚約區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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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實干新邦啊 通常募國 另外肯定了我們場的口號 就叫做 時間就是今天笑一些生命 這個口號當然後來就提出來了 他們提這個口號 鄧小平呢 當時那個 當然了 原來我們公司的經理呢 就是跟鄧小平的 就是他叫王金貴 就跟鄧小平他們就接觸 因為他們是 就我這個城市 我是部門經理 所以呢 就是在香港那個 招呼發展公司的 發展公司的部門經理 他們 算是公司 公司的這個經理 這一局 就跟他們那個 鄧小平他們也接觸 但是呢 我們把我們的經驗 我們最近不想當 我們也是開放牛啊 我們是 中國改革開放的開放牛 我們把這個 我們的經驗呢 經常就寫給我們的領導 然後領導呢 再把它整理 工業區再把它整理出來 向國務院匯報 那麼在這個 這個環節上呢 我們就是排頭兵 通緝隊 排荒牛 這麼一個角色 然後呢 這個 到了19 19 第二次 1992年 鄧小平那個 南群 南群之後呢 就鼓勵大家下改 鼓勵大家那個 這個 從事這個市場經濟 這個時候我也不知道 哪根基呢 有點鬆動了 然後呢 就下改 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在湖南的投資 包括自己買了一些地 蓋房子 然後呢 自己又有的 投資廣州的一個 一個殘忌人的一個公司 最後都上當受騙 另外呢 那個服裝廠呢 那個加工需要錢呢 也 也 進行了一個投資 也上當受騙 就是反正那個企業 垮了 最後這個錢就流水了 總而言之 經過這個實踐呢 我是不適合這個市場經濟 這個 這麼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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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於作假 不善於這個 這個 不能夠 不善於識別作假 對這種騙局的一個企業家 所以呢 後來我就 1995年的時候 我就退出了這個市場經濟 我就 1995年的時候 我給江澤民就寫了一封信 就是說 我作為那個香港的一個 招商區的那個 那個 原來在招商區這個外派幹部 現在呢 回到這個市場 所以決定呢 準備這個 在市場當中呢 市場經濟當中呢 能夠在實踐當中提高自己 另外希望呢 在這個 和平主義 這個 一國兩制這個 過程當中呢 能夠有所貢獻 然後 江澤民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 共同推動和平 統一事業的完成 這個共同兩個字 言下之意 我聽得很親切 共同解決包括我 對吧 因為 我這個這個時候 我是元旦時候 給江澤民寫的 他是1月31號發表的 那麼 肯定是收到我的信 因為我 我一直有跟中央 保持這個 保持這個 這個聯繫啊 就這樣的寫信 我就知道中央是 採納了 就是聽取了一些 我的意見 那麼 當然了 當時我的 在這方面的 理論呢 就是一國兩制的理論呢 還是 因為我是從感性 從底下來出發的 感性知識 比較豐富 理性知識 比較欠缺 在一國兩制 這個理性知識 還有 國家統一的 理性知識 比較欠缺 那麼我們就在實現當中摸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對這個一國兩制呢 在這個一國兩制 有的更深刻的認識 也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 鄭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 基本上 對香港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沒有去做 他有他的優點 但是有他的缺點 沒有進行思想改造 思想上沒有回歸到 沒有回歸到祖國 香港的這個 人的工作 人的轉變啊 沒有轉變過來 還按著馬大火這個什麼 市場呢 市場因為我們尊重香港的市場經濟 也沒有融入 就是香港的市場經濟 融入到大陸這個 這個這個市場經濟來 帶給了大陸的一個 資本主義市場的一個 運作規律 但是 香港 來說 董建華那個時代也好 他的基礎建設 他沒有繼續再發展 他這個 就是 極工精力 為了搞這個房地產 就是 用房地產的泡沫 因為這個人能力大 這個時候的房地產 這個這個 在中國的興起啊 是利潤最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很多人呢 就把這個資金投向了房地產 投向了股票 這個來的錢快 來的錢虛 這虛擬經濟呢 很快的發展起來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90年代的一個情況 90年代的情況呢 這個現在呢 和美國現在的情況 是相似的 美國現在呢 就是虛擬經濟 大於實體經濟 就是股市啊 為什麼特朗普 這麼重視股市呢 就是這個信心指數 其實那個是 在我們那個 90年代呢 大陸呢 也就是一個看你 大陸市場的信心指數 所以呢 在這變成了很多泡沫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看 美國的經濟的弱點 指出來 這個虛擬經濟成分太大 一個是貨幣 靠著貨幣操縱 或者是靠這個虛 是那個股市來 來操縱這個 這個市場的波動 啊 來從那個市場的波動 所以說真正的 美國現在真正的一個 實體經濟呢 真的不多了 就是醫藥 醫藥的 醫藥這個工業 還比較發達 還有這些 這個芯片這個軟體 芯片工作 比較發達 還有一個呢 就是教育 教育這個行業 就是比較發達 就是這個 理念比較超前 實體經濟 比如說 建築啊 還有這個工業啊 還有製造業啊 還有基礎建設呀 都比較多 就是跟大陸比較起來 鄉親建築 但是醫療選擇 還有醫療選擇 還有醫療選擇 但是製度這個 這個製度結構 還有些問題 醫療費用偏高 就是說 得不起 從人得不起病 這些地方 就是在這個設計上 在這個 我希望呢 我們跟這個特朗普講的 我們是講的 悲觀 也講宏觀 在宏觀上來講 宏觀上來講呢 川普這個 這個宏觀的經濟來講呢 知道一個股票了 也現在也知道 實體經濟 千呼萬喚啊 這個實體經濟 就是回不到美國來 所以說呢 現在呢 對那個 這個這個 蘋果啊 對蘋果 蘋果這個 在這個郭台銘呢 這樣的企業家呢 是比較感興趣的 但是我在這裡提醒 特朗普總統 我們需要制定一個政策 而不是需要 個人的事情 個人的事情 帶動不了全體 郭台銘 帶動不了整個的產業鏈 到美國來 這是我談的一個 今天講的 美國新政 對不起 我喝點水啊 我 我講美國新政一個要點 就是要從 抓住根本 哎呦 這是美國的實體經濟啊 不能靠一兩個企業家 如果不能靠個體 這個個體啊 個體啊 個體行為是有限的 他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他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我們需要的是 國家的統治 舉國的力量 只有中國有這樣的力量 現在是 原來是中國 美國 這個種瓜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這個 在中國的種的瓜呢 現在已經長成了 得到的瓜 這個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了 現在需要呢 這個國家的力量 中國的國家的力量 來投資美國 因為任何的個人的小企業啊 它沒有這個力量來投資這個 這個美國 這個美國 對美國的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能形成產業鏈 這個川普總統 你是搞房地產的 恐怕你這個 我是搞企業的 我是從微觀經濟 一直走到 這個宏觀經濟 我父親呢 就是 原來是這個 東北機械局的 國企生產科 科長 他實際上是搞 他後來在部裏呢 就搞了安全生產 他實際上是搞 宏觀經濟 和微觀經濟的 這個合體 那麼現在呢 美國的這個 宏觀經濟呢 需要 需要一個國家的力量 在所有的國家 連日本 作為國家來投資美國 有沒有這個能力 日本的能量 現在跟中國的能量 比較差不多 同時呢 日本原來在這 就是搞的汽車工業 還有什麼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微電子啊 這些方面 是有些發達 但是日本沒有這個 從比較來說 我們說 比較經濟學 比較經濟學 就是綜合實力 實力啊 綜合實力 決定了你 你的選擇 你選擇 誰做你的朋友 西德 很發達 但西德呢 他呢也沒有這樣的一個量 就是這個體 啊 就是字 有字 沒有量 日本也是有字 沒有量 中國是有字 也有量 法國 沒有量 就是整體 這個後備的 就是知識儲備啊 印度 沒有 沒有底蘊 它都是靠買來的 它都靠收買 自己研發 自己開展的成立 就沒有 俄羅斯 它是賣的資源 巴西 中東 這些都是賣的資源 而美國又不是 在這個問題 需要的是什麼呢 需要有 有量 有紙 還有人的瘦子 能夠有那個 能夠對美國的這個 生產力呢 能夠起到一種 帶動作用 能夠起一個鞭策作用 中國人來了美國 很多人到了 恨子 中國人到了非洲 他們感覺中國人很可怕 為什麼呢 中國人這種勤勞勇敢的精神 奮鬥這種 加班不要錢 這個 這個 工作 工作態度 和歐洲人沒辦法比 非洲人沒辦法比 俄羅斯人沒辦法比 日本人可以比 是吧 亞洲人就是有這種 吃苦耐勞 就是 這個 吃苦耐勞 又勤勉吃家 這個一個 一個精神 所以說呢 中和 咱們比較 中國比較來說呢 中國是 最 是美國 實現這個 新計畫 這個 叫做 特朗普 特朗普新政的 一個最佳的 選擇對象 合作夥伴 戰略 合作夥伴 而現在實際上來講呢 經過此消彼長 在 處理世界問題上 沒有中國 美國 單隻一隻手 辦不了事了 已經沒有這個 力不從心了 比如說解決 朝鮮問題 比如說解決 伊朗問題 比如說解決 所有 世界上的 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的參與 美國一隻手 遮不住天 而且 一手遮天的事情 實際上 是倍率不超好 而中國 就往往是採取了一個 彌補 美國 這種 一手遮天的 這種空缺 這種空缺是好事 還是壞事呢 也許美國人看來 這個事情 現在中國起來了 這個實際上是好事 比如說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林肯 林肯在下面有一個部長 他要競選總統 後來呢 林肯就反而支持他去 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 因為他去了 我就像一個君子一樣 在他後面 就追著他跑 就像現在 我們舉個例子 現在 現在特朗普 現在也受到很大困難 誰在追著你啊 現在拜登在追著你 奧巴馬在追著你 對不對 你做不好 大家都在追著你 拿著追著刺你 所以呢 這樣 你特朗普必須得拿出自己的idea 你英明噴電是idea 你自己獨立的見起來 在這些人當中呢 蓬佩奧 我覺得不是一個深圳的將才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一個打工的 他是根本 你說什麼 他就跟著做什麼 同時呢 沒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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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這個 宏觀這個策劃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企業管理呀 沒有這個市場經濟呀 沒有這個經濟頭腦 在政治 在政治和軍事上 可能會有些 這個 這個強化一些軍事這個能力 但是呢 作為一個 國家 一個國家 進行的一個計畫 從一個 從一個 從一個胸懷來講 同時的胸懷不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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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 這個需要一個解放 需要一個培養 還需要一個培養的過程 需要磨砺 當然 當然 我在這裡呢 其實這個挑戰呢 來講 因為我們是 我比你 那個 川普總統的小一歲 另外反過來 我們看到 現在呢 有一種 囚徒陷阱 現在 因為這種啊 因為涉及了一種 美國呢 民主黨 和共和黨 參眾議員 陷入了一個 陷入了一個 囚徒陷阱 就是陷入了冷戰私卑 這個囚徒陷阱 就是靠 如果靠打壓 如果靠打壓 如果靠打壓中國 靠封鎖中國 靠封鎖中國 能夠取得 維持美國的 能抬高自己的話 那就不是金錢 打壓了中國這麼多年 反而把中國 越打越 越強 華為你全 你美國全國之力去打 華為還是 依然很強大 所以呢 這個失敗和教訓 如果不懂得 看不懂這個道理啊 不懂得失敗 不懂得在失敗進行反省 那我們 這前途是自己 是渺茫的 自在的 是盲目的 美國的發展 明天的發展 是更加強大出來的 有一句話 把敵人變成了朋友 利用敵人的力量 來發展自己 這個才是真正聰明的 一個 陳朗普總統 我們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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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朗普是很聰明一個人 能夠利用自己的思念 包括自己的女婿 自己的那個女兒 這個 就像 我覺得 奧巴馬 真正聰明的人 是米歇爾 米歇爾奧巴馬呢 比奧巴馬聰明 所以說呢 我們看到 因為他那個 將來呢 米歇爾奧巴馬呢 將來也是美國的一個 總統 總統的人物 他也是一個搞 因為他有這個 有這個大器 他有這個 就是為天下人而謀福利的這個大器 而不是只看到美國 但是 特朗普總統 特朗普總統 啊 我不否定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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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of American 但是僅僅是 people of American 是不夠的 但是 首先 必須要把美國 建設好 這個是 我給你提的 第二點 一個是 你選擇朋友 選擇你將來 美國發展的基礎這個結構 就對了 美國那個 將來這個結構 我給 我再跟你再 繼續跟你講 這個結構是什麼結構 我留在下面 最後一個問題來講 這個結構 但是那個 路線呢 就是 路線現在是 要選擇 選擇對 就是要搞 這個路線問題 就是要搞 收縮 把外面 美國的收縮 外面的手 伸回來 抓住 美國的經濟 這叫 根深固本 以治天下 就中國話來講 就是你首先 中國的經驗 發展經驗 有一條 首先發展自己 美國的經驗 現在呢 美國失敗的經驗 就是我們把手伸得太長 管得太多了 就是 就像那個 這個中國土話 有一句土話叫 狗懶拔堆屎 結果呢 一堆屎都捂不住 你到處都想捂 到處都想去救火 你最後把自己 勞命傷財 得不喘次 就是消耗了美國的資源 消耗美國的國民經濟 消耗了美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經濟發展 把經濟 自己消耗了 也自己 也從 越南戰場也好 朝鮮戰場也好 中東戰場也好 從各國戰衰敗 衰敗人家是衰敗的衰敗 你也沒得到什麼便宜 這個問題是要值得反省的事情 中國為什麼呢 中國它因為它首先發展自己 它自己國內都搞好了 經濟建設搞好了 人民的 那個人民的 人民有生產的 有活兒可幹了 生產力上去了 人民就有錢賺了 有錢賺了 市場流通了 首先是要搞流通 而不是 現在特朗普現在搞的 又是搞封閉 搞封鎖 封鎖的結果呢 也封鎖了 封鎖了中國 封鎖了華為 也封鎖了自己 作為一個國家的影響 最重要是搞好這個國家的流通 搞好這個國家的外交 讓人家大家都願意來 而你現在是不來 就希望人家不來 不來你美國人的發展什麼 你只有來 只有流通 大流通 大航海 大航海 要回到大航海時代 你才能 國民經濟 才能有流通 才能搞 才能發展的 中國為什麼能夠 能不能能夠 現在有今天 就是因為有開放 現在要更加開放 就是什麼 因為這個流通 就有了一帶一路的開放 所以說 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建議 我給特朗普提個建議 就叫 中度扶殺 制定一個政策 就叫中度扶殺 實際上也就是開放 向全世界開放 讓大家都來扶傷 扶傷是什麼呢 美國這個地方就叫扶傷之地 就是原來種褒米的地方 中國人原來 這個這個 中度扶傷 就是說 中國中原的地方 就打敗 在從那個 商場的時候 叫商鷹 商鷹有個叫 石油 石油打敗了之後 石油自殺了 但是後來的這些流善的部隊呢 這些人員呢 就流竄 東度 日本啊 東度 南美洲啊 跨過這個 哥倫海峽 哥拉斯加 阿拉斯加 就這樣過到美洲來 就到了美洲這個土地上來 所以現在 我那個醫護呢 就叫張光池 他呢 考古發現 美國的瑪雅文化呀 美國的印第安人呢 是中國人 是DNA 所以這個土地呢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這個土地 也是中國人的土地 但中國人的土地 並不是要你去 某次這裡的原住民 某次要來佔領這個土地 而是我們有這個責任 我們有這個 中國人要統治 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感情 共同建設這個美好家園 因為這個家園 原來也是我們這個家園 將來建設好了 我們也是這個 就是保持美國強大的一個建設者 我們是建設者 就有發言權 就有在美國 堂堂正正做人 做個美國人的一個一個權利 所以說呢 這是我給川普提出一個建議 叫一個政策 中國大陸有個政策叫一帶一路 你要搞一個相對的政策 而不是印太戰略 對 印太戰略是封鎖戰略 是再平衡戰略 是戰略平衡戰略 是一個狹隱的封閉的 是限制人家發展的 錯了 現在我們叫東渡扶桑 就把這個政策給弄 就是它的相反 就是開放政策 我不靠這個一帶一路封鎖 來發展這個美國 而是靠開放 就靠吸引這個大陸人才 台灣人才 全世界各國人才 中度扶桑 就到你這裡來 到美國這個土地上來 共同建設美國來 這個樣子 人都 我就成了這個濟水盆 就像四十年前 中國大陸 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資金 都到了美國來 都到中國來 然後搞這個基礎建設 搞這個生產建設 搞企業文化 所以說這個問題呢 就是特朗普總統要認真思考的 重新檢討 必須檢討 這個 這個叫東渡扶桑計畫 是非常遠大的 是非常開明的 所以我給 我給特朗普 明年這個年號 就叫扶桑 這個給特朗普 這個新政這個年號 叫起扶桑 因為日本呢 起這個年號 叫令和 那裡有一個令和 我把這個令和 我給美國 起一個特朗普 新政這個政策 叫做扶桑 就讓全世界人都在東渡扶桑 包括特別是中國 中國 那麼中國是什麼呢 特別是中國有一些大企業 郭台銘企業 並不算中國 這個一家企業 也不能只靠一家企業 要靠 你看這個中國這個 中國這個為什麼呢 中國為什麼呢 它是舉國體制 一個 一個 一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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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 一個封城 全國的八方職員 萬動一心 我們看到中國有這種實力 我們就想學習它 我們就利用中國這種實力 就利用它這個舉國之力 到美國來 我們不怕它國企來 它國企來 又不能 又不能把美國吃了 對吧 它只要是建設美國 只要是美國是受益者 建設美國 就美國就是受益者 美國人民就是受益者 所以說呢 特朗普呢 你 小聰明很多 大聰明就 就不如大海 都得到了 差不多 你 跳到